老罗和小罗还有我们家领导 刚从西班牙马特里回到门东 那么我们三个人各取所需 度过了一个以网球的深度体验为主 同时又将西班牙的美食一网打尽 还有能特色的定制游的这么一个难忘的一个假期 那很多朋友们问我们 一共花了多少钱去西班牙网球的这么一个短期陪器 到底值不值得 那么老罗就赶快劝我们今天打完网球 一起做一期短视频 那么再邀请小罗客战一下 那么大伙还有小罗在西班牙上 私教课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一起赶快来围观 首先我们来围观一下网球的深度体验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一周的时间有六天 我们每天早上都安排了两到三个小时的 网球的一个体验 包括有一堂西班牙的本土教练的这么一堂 私教课场地嘛 不仅必须是达到职业拳手比赛训练的 高品质的红土球场 而且环境还要好 我们这次选的呢 是马德里最高端的复原区的一个 俱乐部座乐云的高端的一个别墅区 一片片红土 网球场都种在错落有着的脖地中 和大自然的天然合一 赶快来先围观一观 小罗同学上市站在这个场景 冬天的西班牙一然阳光明媚 但如果天天在户外打球趴散怎么办 当然可以选择室内的红土网球场 大家猜猜这家网球俱乐部跟老罗和小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现代化的规模 比如连连起步的顶棚 感觉就像个大型的火车站 经过这次西班牙网球的深入体验和考察 我们已经决定了 以后小罗的每个假期都会来西班牙 包括下一个圣诞节的假期 因为这里除了顶尖的网球设施和教育团队 我们作为资深的一个吃货 还能把西班牙的美食都一网打尽 我们这次定制由特地精心比较后 选择了一家根治于西班牙马德里十年的当地旅行厕 为我们安排每天的美食打卡地 目的就是能够品尝到西班牙当地人最爱的一些世界知名小店 这些定位于高端客户的餐厅 其实目标客户并非游客 而是当地居住的回头客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我们一家三口人均消费40到50欧 西班牙海鲜也能包括其中 除了西班牙点尖网球俱乐部的生动体验 西班牙美食一网打尽 我们还有很多定制的旅游行程 住的酒店不仅都做五星 也非常有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次一周的全家西班牙定制游 一共花了6万人铃币 平均每年2万 我因为是直接找西班牙当地旅游公司 有点类似于直接找国内与公司的欧洲境内的地坚公司的模式 所以能省掉很多中间环节和不容 让这次的旅游性价比很高 全家都还一遇为尽 提前又预定了12月圣诞链假期的两周的网球定制游 在孩子身上的网球投入是一件长期并且需要认真规划的事 好在这家西班牙马德里的境内旅行社 能根据不同的预算进行网球定制游 除了一周六万的定制 也有三万到五万的选择 如果找到适合的家庭竞技拼团 还有两万一周的定制游 非常误超所持 我们准备上诞假期选择两个人两周五万的定制 有没有和小龙网球准备差不多的小伙伴 一起拼团出行一起训练呢 我们期待着和大家卸合在西班牙的红组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